最近一周多时间,中超处于间歇期,而回来之后就会重新迎来争冠和保级的重头戏。 其中对于广州恒大来说,间歇期一回来的两场比赛,要连续碰北京国安和上海上岗,会左右球队冲击中超巴连冠的命运,而对于球队的第四外人阿兰来说,基本上没有机会再获得出场了。 在保利尼奥、高拉特、塔利斯卡三大巴西老乡主力位置稳固的情况下,阿兰只能混迹于中超预备队联赛。 阿兰上一次代表广州恒大出战中超,还要3月30日客场挑战天津全舰。 只可惜,阿兰为自己的不冷静行为付出了代价。 周基刘一鸣不仅被中国足协追伐停赛八场,而且还逐渐失去了主力位置。 而在阿兰一直沦为看客的时候,自己却被来自土超的豪门球队加拉塔萨雷盯上了。 除此之外还有北京国安的索里亚诺和山东路能的配来,阿兰之所以会被加拉塔萨雷看上。 主要原因是阿兰和广州恒大的合同,将在今年年底到期,至今双方没有续约,这样加拉塔萨雷就可以以免费的方式得到阿兰。 索里亚诺配来其中一个外援前锋,按照这个趋势,广州恒大基本不会和阿兰完成续约,一方面是年龄,另一方面是能力。 目前,包括阿兰在内广州恒大有七名外援,高拉特还有两年合同,保利尼奥和塔利斯卡都是租借的,但买断是大势所趋,古德利和马丁内斯都租借到普超联赛,只剩下一年半合同。 金、英权还有一年合同,由于近期媒体连续报道,下赛季亚冠联赛要增加外援,而一旦阿兰离开,那么广州恒大只能继续买新外援前锋了,来继续冲击亚冠军了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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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